那你如果说对于幼童强制新交无期徒刑 这会不会有法医这个有一点失衡的问题 那你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你认为如果我们要加重 是加重到十年比较恰当 还是加重到无期徒刑比较恰当 如果就你目前现有的架构要下去运行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221条是三年以上十年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222条它是加重的第一项的第二款 是对于14岁未满的强制性交 是七年以上 那我们现在就讲社会对于 但一方面是法官对于构成要件的明确性 但这个法官自己都在检讨了 法官法也会检讨他们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讲定义就是说 社会图了对于这些不孝的法官这样子判 他们不能接受以外 那他们认为说 就算是这个法定型的部分也是要来加强 那现在加强就马上面临到了法务部 过去在主管刑法的一个架构的 我认为是难题 你可能认为是一个它基本的原则 我认为是难题 就是说你现在要到底要往十年以上走 你觉得比较恰当 还是说你要往无期徒刑以上 就像比如说嘛 就是说如果现在222条的第一项的第二款 要来加重了 要从七年以上加重 你只有按照你的架构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的A就是十年以上 你的B就是无期徒刑 如果你按照你的架构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太有框架 因为我们今天在立的 社会也是与时日进 十年跟无期徒刑中间差多少年 那何必又一定说什么架构 就一定把你自己框住 你说框住你自己 不是但社会不会被你框住而已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加重 那本席要具体主张就是说 我认为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少男少女 事实上他们是有一些正常的性行为 那有的人因为他早熟 那有的人因为他在校园里面已经有一些恋情 他们交往的对象 比如说这些当事人 是可能是12岁的 可能是13岁的 甚至非常非常早熟 可能有11岁的也说不定 那这些人呢 可能他会发生这个合议的性交 这合议的性交并不是所谓的强制的性交 但是呢 如果在法律上直接把他们定位 就是说如果因为他早熟 他不满12岁 跟他性交的人就变成强制性交的构成要件的话 那对于这样的人 他的风险 法律风险是相当高的 11岁的一个女生 我们假设是男生好了 早熟的男性 11岁的男性 他可能交往的对象是一个12岁的女性 他可能交往的对象也是一个17岁的女性 可是如果有一个17岁的女性 跟一个早熟的11岁的男性 发生合议性交的话 那这个17岁的女性会被处以强制性交罪 而且我们现在还想把它加重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应该还是要界定合议性交跟强制性交的一个分界点 然后来加强强制性交的一个行动 到社会上很能够清楚的彰显说立法院或者是我们的国家 对于这些未满14岁或者是我们潘委员也有提 我觉得也很合理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未满12岁的人来进行强制性交的话 是天理所不容要处高的行者 所以我们目前的我的立场 我也是先跟次长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认为合议性交跟强制性交 还是要尽量的把它来分开 但是我绝对强力的要主张 目前所定义的222条的第一项里面的第二款 未满14岁的 要来加重他的刑期 因为我认为说如果要加重他的刑期的话 你分12岁跟14岁 好像也有这么点道理 因为我刚刚听潘委员解释 我也才比较清楚 12岁的定义叫做少年 14岁的定义叫做青少年 那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我是说 12岁以下是儿童 12岁以下是儿童 然后12岁到14岁是少年 那没有少年咯 然后14岁到17岁是少年 好 青少年 然后少年 谢谢 潘委员这样解释我才比较清楚 但是我认为说 对于法医的整个侵害度来说 12岁跟14岁 他的侵害度的差异性 是不是有那么的高 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们当然我们委员自己可以决定 所以次长 你的见解是怎么样 对于222条第一项第二款 当然这个222条第一项第二款 他的前提要件是必须要犯221条 强制性交 没错 所以当然这个要对于未满14岁 或者是未满12岁 或甚至这个未满 这个其他刚刚王委员提到的 未满13岁要加重其刑 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 可以考虑那现在就变两种 一种就10年以上 我觉得10年以上稍微社会上 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认同 这是一回事 可是按照你的架构 10年以上再往上是什么 社长 10年以上就是无期徒刑 对啊无期徒刑了嘛 你说对于未满14岁的少年的 这个自己性侵就处无期徒刑 我想社会上多多少少还是会 会有人拍手叫好了 但是说不定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未满14岁的少男少女 除以这个不 对他进行施行强制性交的话 会除以无期徒刑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会有人会有一些意见 所以我才会问你说 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中间再找一些空间 然后再来定定这个相关的行动 那我个人是具体主张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在构成药件上面 把合一性交 如果7岁以下那我不管 是对12岁那附近的几个年纪的新少年少女 如果有因为他的这个身体 或者是他的心理比较早熟而发生了这些性行为 然后跟他发生的人 如果是14岁以下 那他就是有刑事的豁免权 刑事的这个免罚 但如果是14岁以下 那不得了了 那他的这个他是重罪 那他是不是有当初在意图上跟犯行上 都有犯下这种对国家跟社会所不齿的这种严重的刑事犯行 这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所以我在这边也跟主席来报告 好来我以上的论 但我们是绝对认为说 犯221条以下所定义的强制性交罪 但是犯下的对象跟目标是在14岁或12岁以下的话 绝对是要加重急刑 要不然这个社会会唾弃我们立法院 所以我想就以下几点跟次郎说明一下 是我们也同意 这个对于未满 这个比较年龄比较低的 他为强制性交的行为 应该要加重急刑 这个我们也在